从1962年以来 对秦始皇陵园的考古勘察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 目前考古勘察主要采用取地下土样来进行分析判断的方法 而使用机械的方式 往往是取出土样结构混乱 无法了解地下情况 因此 目前一般采用这种人力取样方式 而这样的取样方式要花费大量的心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约为16米 打出了生土层 说明地下这个地方是自然而生的土层 没有人为横径 难道除了南面一旦 风土之下其他地方就没有石层了吗 考古队员没有灰心 在更靠近地宫中心的位置继续探测 经过了一个多星期的探测 虽然最深的探孔达到了26米 但风土岭上所开探孔均未勘探到底 风土岭下地层十分复杂 风土之下的结构情况 还需要做大量的勘探工作才能确定 所幸的是考古队在陵园其他地方的工作进展不小 秦陵地宫的位置逐渐得到了确认 设置组到达秦陵池 有幸记录了考古人员 发掘陵墓内城北墙的现场 这是发掘前的第一天 经过精心探测 确定了城墙的大概位置 我们通过钻探了解到 这是秦陵池陵园的内城的北墙 但是北墙的整个建筑结构我们也不清楚 对于底下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还是不知道 是未知数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准备思绝一下 了解一下它底下到底埋藏什么东西 第二天 发掘工作进行到了地下两米左右 按照事前的探测结果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在地下三到四米处 就能发现城墙的表面 发掘进行的第三天 我们在现场已经可以看见城墙的表面 而且还可以清楚地看见许多瓦砾散乱地躺在城墙的内外两侧 经过我们发掘 我们在秦陵池陵内城北侧 现在目前发现出来的建筑移植左右 中间是三米五左右的夯土墙基 估计为秦带的内城的北墙 两侧是一米五左右 各有一米五左右的瓦砾 估计为原来就是墙两侧的建筑物 倒塌以后堆积而成 中间是一米五左右的建筑物